接着撒上少许的匈牙利红椒粉 成品就完成了 金黄沙拉面包 基本发酵后开始制作 取出发酵后的面团 滚圆 接着盖上保鲜膜 松弛约10分钟 开始制作内馅 玉米粒罐头和粒干水分之后 与切碎的水煮蛋混合 再加入沙拉酱25克 将所有的材料调匀备用 开始做面团的整形动作 慢慢地擀成一个正方形 同样地将四个角拉开 翻面 翻面后稍微整形一下 开始将面团向内 卷起 同样地底部粘紧 开始分割 开始分割 先在面团的二分之一处 画上记号 再分别切成三等份 再将每份面团从二分之一处切到接近底部 切口翻开 内部朝上 放入烤盘 用手将面团表面压平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进行最后发酵 约二十分钟 发酵好的面团 在左右两端 各剪两刀 每一个刀口 约一公分左右 继续发酵十分钟 发酵好的面团 在表面刷上均匀的蛋液 与番茄酱 然后铺上配料 平均地铺好后 稍微用汤匙压平一下 接着挤上适量的沙拉酱 再撒上少许的西洋香菜叶 与黑胡椒粉 烘烤后成平 白吐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挨儿 欢迎订阅明镜 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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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的发酵 约60分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从面团的中心处向上下 开始擀起 翻面后向内卷 底部拧紧 三个面团分别擀好后再放入烤膜内 如果想要让面团继续做第二次的擀压动作 需要盖上保鲜膜再松弛10分钟 只做一次的擀压动作 只做一次的擀压动作 直接就可以放入吐司膜内 首先放入中央的位置 接着 接着再放入左右两侧 接着再放入左右两侧 约9分钟 约9分钟 烤烤如果上盖没有办法打开表示尚未上色 必须继续烤烤 表皮上热后才可以出炉 出炉后的产品必须即刻脱模 杏仁奶香吐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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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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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团搅拌过程中容易产生粘性 可停机 用小刮板稍微刮缸一下 接着加入无盐奶油 用慢速搅入 再用中速搅成具有延展性的面团 要注意马铃薯的面团不可以搅拌过度 否则容易产生粘性 杏仁奶香吐司的面团只要具有延展性即可 不需要拉出太大片的薄膜 接入加入葡萄干 再用慢速搅匀 不需要搅拌太久 稍微拌合一下 就可以将面团取出来 因为面团加入葡萄干 需要用手再稍微整理一下 要确实将葡萄干揉入面团之中 不可以铺露在面团的表面 将面团稍微整形一下 放入容器内 盖上保鲜膜 进行基本发酵约80分钟 变成统筹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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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面团开始整形 首先将面团压平 再轻轻地擀成椭圆形 将面团放在旁边静置 接着擀另外一片的面团 同样的先擀成椭圆形 以渐进式的擀 面团会变得越来越大 千万不要一口气擀成需要的长度 现在椭圆形还未达25公分 就开始翻面 翻面后的面团接着要卷成长条形 长条形的面团完成后 再揉成需要的长度 面团的底部粘紧后 开始用双手 搓揉成需要的长度 配合模型 需要继续搓揉 轻轻地搓揉后 开始变成麻花状 首先将头部粘紧 再将两条面团卷起来 头尾粘合 直接放入吐司膜内 将表面轻轻地压平一下 盖上保鲜膜 进行最后发酵 约5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面团搅拌完成后 可以拉出薄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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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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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鞋面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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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